这一段时间以来 美伊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双方军事对峙的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大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而最近美军不仅派出了 核航母战斗军和多架B-52轰炸机 而且还增派了一艘两栖攻击舰和导弹链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两国离战争到底还有多远 虽然说美军的航母编队已经快要到位 但是如果真正打起来 它的受算又有几分 在过去的美国大片当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美国总统说的一句话 我们的航母在哪里 实际上它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在历次的冲突当中 往往扮演着威胁他国的角色 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 纵观美军发动了多次对外战争当中 部署的军事力量往往都是对方的数倍以上 投入作战的航母编队数量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目前美方真正想要达成的结果就是 通过极限施压 希望能够逼对方就范 最终达成一份有利于美方利益的协议 还是最为重要的 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虽然一方实力稍弱 但是作为一个地区强国 丝毫不胆怯 已经拿出了一副决一死战的姿态 对于外部的侵略果断的打击 由于受到这几年制裁的影响 部队的装备更新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购买自他国的很多装备 都因为缺乏维修和缺少零部件而丧失战斗力 目前该国对外压制的主要手段 还是以国产的诸多导弹为主 在海上还部署了很多的导弹艇 众多的鱼雷也密布其中 被美军支下了一个天落地网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真的发动战争 还有能否承受其中的后果 如果被拖入战争的泥潭 很可能会得不偿失 美方真正想要的是能够切实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能源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支撑 谁控制了石油 谁在世界上就有了花语权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今的美方已经同当年很大的不同 对于外来石油的依赖逐渐减少 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也越来越多 如何实现对其竞争对手的打压变得运发重要 如何独霸世界石油市场才是他关心的问题 所以说两国不可能会真正的爆发战争 只得无法承受其中的后果 作为党底的龙头老大 一军早已经历了很多的战争 更是占据着天势地利 而美军也不会傻到像一个地区强国发动战争